天氣真的好熱 氣象局也特別針對花蓮 發布有38度級高溫的 陳設燈號警示 而花蓮縣政府特別在 暑假細水高峰期 分享了縣內有10多處 從北到南水質衛生 經過消毒的安全游泳池 期盼鄉親帶著孩子 前往細水玩得快樂又安心 這張氣象局表示 受西南風影響 全台各地天氣晴朗炎熱 氣象局也針對9日白天的花蓮 發布有38度極端高溫的 橙色燈號警示 赤風暑假氣水高峰期 針對青少年參與水域活動頻率增加 花蓮縣府也分享了縣內11處 從北到南的室內游泳池 花蓮市有自強國中泳池 中華國小泳池以及中正國小泳池 吉安鄉則有太鄉泳池 以及至卡宣森林清水公園等共3處 另外還有新城鄉 受風玉璃及副理鄉 暑期期間同步開放使用 各區游泳池開放時間及收費價格 可以參考各場地官方網站或電架詢問 縣府補充說明 水質經過每日檢測 符合國家衛生標準 並且定期進行消毒 附有淋浴間和更衣室及專業助身人員 要讓民眾能夠在舒適衛生安全的環境下 享受游泳的樂趣 也提醒家長 務必留意學生暑期行中及汽水安全 從事水域活動時 一定要選擇安全地點 不要靠近危險區域 藉著蔣幫燕大華聯報導 在考慮中 汽水安全地點 都要進行 都要陪 捲 我